並沒有安打 不過今天第一打席就安打上壘 緊接著輪到的打者是牛隊 目前正中的打擊王 哇 這邊 道壘被抓到 波浦手球傳過去了 才看說在米加坡龍隊這邊 看起來是用PGR好像已經試破了 新龍牛隊這邊的戰術了 這個球也沒有傳到位 一個彈跳 PGR的話 當然就是要傳得很準 一個球就下打打炮戰術 那也揮出去了 但是一個彈跳 失去了一個 比較好的TAC的機會 今天新龍這邊一開始呢 戰術就蠻積極的 其實在昨晚的比賽 新龍牛隊第一局就用雙道壘換到分數 今天賽前也特別去問了李安熙教練說 這個戰術的部分 安熙教練說 下戰術可以讓球員活起來 他希望用比較積極的戰術 讓這些正中的選手們 比較有積極性 因為他喜歡這樣的球員 三遊間穿越出去又是安打 現在二壘上的林中南 繞過三眼之後被擋住 敲出安打的是鄭達宏 新龍牛隊今天在一局上半 連續兩位打者都敲出安打 棒次的調整 也帶來了不錯的一個契機 這個外角球打得很好 有把球跟進來 送到反方向的一個安打 這並進是沒有人出局的一個局 腳踩還是蠻有信心的 我真的好像是說 因為之前跑壘失誤比較多 所以不敢跑 這個球走了 打擊的陣就好出棒 現在要傳本 要抓 有沒有抓到 主選說 Sing 雙道了 這個 跟昨天的比賽很類似 迴敬一個雙道 我要請教球評中教練 就是這個球評 要把我們對人內野 除了這樣 問題出在哪裡 嗯 應該 就是回船的一個速度還不夠快 這個攔截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回船的一個位置 也稍微高了一點 這個play是 可以說是做得不錯 那二壘手 黃四豪也是向前移動之後 放棄了這個二壘的手臂 這個就是傳高 傳準會出局 喔 竟然有準 差不多在那個 搖到卡拉乎的時候 出狂的機會很高 黃四會不會對 嗯 這個難度是